哈囉大家好 這次的車旅帶大家來談談晃晃啦 衝啊衝啊衝啊 衝突來到台南休息站 整潔明亮的星巴克外面 有夢幻的旋轉路碼提供過路人休憩 皇妹們怎麼能不來拍張美照呢? 在飢餓的狀態下 我們很隨和地選擇了平價不錯的韓式酒品 讓胃整個都暖括起來啦 這次形成了一大重點 同醫師隊主場看球賽啊 比賽前除了有攤販和團體表演可以看之外 還有可愛的吉祥物熱舞喔 預備的早晨最需要美好早餐來療癒 有甜有鹹的丹麥吐司 真的每一口都是驚喜啊 這片滿坑滿谷的花旗墓 讓我們忍不住拍了好一陣子 而他們呢又被稱為泰國一花 整片盛開的桃粉色狀態 真的讓男女老少都少女心爆發啊 由於要開車前來才方便 所以遊客沒有想像中的多 真的是太美好啦 抬拿了夜晚來走一下神龍街 雖然店家都打烊了 抬拿了夜晚來走一下神龍街 但是靜意的登頸依舊情人心 聖母廟的建築群壯觀 腹地很大 看出來內部整理狀態很整潔舒適 一種讓人舒心的安穩感 在離開台南之前 吃完一面之後呢 來到平日的老街看看 享受復古的安靜氛圍 結束這一次的台南輕旅行 來一趟安全輕旅行抒發煩悶的生活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身心愉快 健康的狀況下 完成任何想做的事情 有任何問題都歡迎在頻道 或是IG留言給我們喔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